躺了半天迷迷糊糊 睡个没睡似的 手脚凉的可以灭火 手脚凉的无法入睡 今天也甚至到了要慢慢活动 僵掉手指的这个地步 天冷简直是对我这种 手脚凉的人的酷刑 全成大虾灭 睡了一觉醒来 脚还是凉的 可以灭火 僵用掉 需要全程大虾 您瞧瞧 一到冬天 手脚凉可让大伙难受够呛 甚至用酷刑来形容 从里到外内叫一个透心凉啊 不瞒大伙 我的网名啊都叫小手冰凉 不分寒暑 不分冬夏 哪怕是福田 我这个手脚都热乎不起来 夏天我是连裙子都不敢穿呢 冬天更是把自己套成套娃 都不觉得暖和 给大伙看啊 我家现在24度多 我穿了一层 两层 三层 这我都不觉得不热乎 而且啊 我感觉这热量一丢失 我整个人都不薄满冷 懒懒散散的 干啥都提不起兴趣 啥整啊 不光手脚冷 从里到外透心凉 这样的朋友 咱们叫他雪糕人没问题吧 那还有的朋友 虽然是手脚凉 但是叫他们雪糕人 可就差点意思了 虽然我这手脚也半满凉 但我总感觉身体里边有火 你看我那大包 而且最近脾气也不好 一点小事就减 雪糕人应该没我这么火包吧 又同样是手脚凉 一位呢是从里到外透心凉 名副其实雪糕人 另外一位呢却是外冷内热 寒热共存 手脚凉 脸上心里去窝着火 这挺叫暖瓶啊 那咱们就叫这种手脚冰凉的朋友 暖瓶人吧 雪糕人其实大伙呢也是比较熟的 原因呢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了 那这外冷内热 请领备的暖瓶人 就是身体出啥毛病了 提问啊 说到手脚凉 第一反应是咋的了 老看咱节目的朋友太知道了 一说手脚凉怕冷 只竟是阳虚啊 所以啊我出乎判断 这手脚凉应该是阳虚 我们一说手脚凉呢 第一反应确实也就是阳虚 但是第一位啊 他是透心凉的雪糕人 另一位呢是属于外冷内热的暖瓶人 他俩这症状都是属于阳虚吗 虽然说手脚凉怕冷啊 都像是阳虚的症状 但是呢他们两个不一样 手脚凉不等于阳虚 手脚凉不是阳虚的标签 所以其中一个人是阳虚 另外一个人就不是阳虚了 我们看看两位症状的这个区别 到底是在哪 从里到外内叫一个透心凉啊 不分寒暑 不分冬夏 哪怕是福田 我这个手脚都热乎不起来 懒懒散散的 干啥都提不起兴趣 虽然我这手脚也八八凉 但我总感觉身体里边有火 你看我这大包 而且最近脾气也不好 表里如一的雪糕人 应该是阳虚吧 没错 阳虚呢在我们体内的表现 就是从里到外的凉 对吧 它会表现出胃寒之冷 手脚冰凉 浑身都怕冷 为什么呢 我们说阳气者若天与日 天运当于日光明 我们的人体的阳气就好比太阳一样 只有太阳普照之下 我们才能感觉到身体的暖和 才能使手脚温暖 那么反之阴霾之天 阳气不足 就会实体内充满阴寒 从里到外透着凉气 另外一位外冷内热的暖瓶人 它是咋回事啊 这个朋友呢 虽然表现像阳虚 但是他一点都不虚 我们互动群里面有很多朋友有相似的症状 那他们呢也纷纷要举手发言了 第一位朋友说了 我小妹就是才16岁 天天吵吵冷 这手脚冰凉 听着像林黛玉吧 结果呢脾气像猛张飞 总是跟我老姨吵架呀 我老姨说点啥 他就跟吃了炸药一样 还有朋友说 我妈也是这样 我一直以为她是更年期 这劲儿没过呢 可她都60多了 成天脾气暴躁 我们也不敢惹她呀 她的手脚呢也总是冰凉的 我家是常备暖宝宝 还有朋友说 我是找到足迟的 今年的我特别怕冷 手脚呢总是冰冰凉 最让我闹心的是 最近呢 这半年我都开始烂脸了 青春期上学的时候 都没长过这么多的痘 心太崩了呀 张老师他们不扬虚 那到底是出现什么情况 我们得根据症状来分析 暖皮人表现肯定是里边是热的 对 他离热表现在哪呢 几位朋友呢 是不约而同的提到了 这个脾气暴躁啊 而且呢其中两位呢 还经常的起痘 根据我们这个经验来看 他这个应该是 跟肝有关系吧 的确是和肝有关